我是毛泽华 我在江西 我在景德镇 我在喝东方树叶 我身后 是景德镇非常有名的 陶西川 好像是这个名字 我呀准备进去看一下 里面大概什么情况 走 这里就是陶西川 艺术集市 陶兰集 非常厉害的名字 一听就非常有文化了 我啊 准备进去逛一下 给你们拍下这边 大概是什么情况 这个楼 看着就比较有年代感 红砖 非常不错的设计 还有这个水管 一般地方呀 见不着这样的设计 这里怎么门都关着呢 又没什么说法了 往前走 看一下 准备 反鲁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报纸军电 非常厉害 是一个候鸟老铁的站 前面是不是出口了 没有关系 我们从这个右后方 一会儿捞过去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 四抢万岁 不错 这个东西啊 一看就比较历史 深化中阿友好合作 这个阿呀 是阿拉伯的硕填 很多人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 跟你们说呀 往里走 第五届 阿拉伯艺术节 这个 还是有说法的 欢迎 参加阿拉伯艺术节 中外嘉宾 这里有好几个骆驼 看到没有 这个骆驼呀 只有沙漠里面一样 这边是什么 这个建筑 也是有一定设计的 这里有很多大烟草 感觉啊 是个工厂 这里有一个狗老弟 给你们看一下 他在那里 下太阳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这个狗老弟啊 比较悠闲 我能像你一样悠闲 就好了 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我却做不到 我往烟囱这个方向走 看一下 这里的建筑风格呀 有点防鼓 好像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些 没有能要的盘子 非常厉害 这个盘子呀 是有设计的 它叠在一起 它是拿来装树叶的 好像是这样的 我们再往前面走看一下 这个芭蕉 冻死了嘛 这个热台地区的植物 来这边感觉 有点水桶浮 这边好像也是这样的 不管它了 往前走 往这边过去 这里呀 都是一些杂啊 就是 但是 见不到什么人 比较幽静 总体来说 这边的环境啊 还是很优美的 这里还有一个水塘 不知道 这个水塘里面 有没有虾 螃蟹 螺丝 和 乌龟 我们再往前走 我们再往前走看一下 这个是一些倒影 和一些镂空的结构 感觉啊 这里的建筑 都非常现代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前面好像就是出口了 这里 是不是可以打那个CS 占了的CS 好像是这么一个情况 前面啊 就是出口了 我要溜了 溜了溜了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